有这样一部电影 被称为战争片的天花板 有人强烈要求重新上映 只为让更多当代年轻人看到它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部电影是否值得重新上映 故事要从这一帮血气方刚的军人说起 连长梁三喜朴实而勤勉 很受大家爱戴 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没回家 再加上媳妇马上要分娩 此时的梁三喜一心只想早点回家陪媳妇生产 排长竟开来是个直肠子 说话心直口快 虽然军事素质很拔尖 对待士兵也很好 可是面对上级时只要他见不惯的人或是 就没有不敢说的话 一个吃牛奶长大的 一个吃地瓜干的长大的 咱们这些吃地瓜干的长大的 就是一天擦上三变血发肛 都去不了这个图形味 你呀 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 一点不错 半截肛打地糠 麻袋里边装骨糠 而新来的指导员赵萌生 则是个弟弟道道的关系胡 母亲托人把他掉到莲里 只是为了走个过场 渡个精 而家里还有个一心等他回去的媳妇 在指导员的救治欢迎一事上 连长梁三喜的一番话却让他十分尴尬 这是新调的我们连帝 赵指导员 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 赵指导员急不时到我们这儿代之锻炼 更不是来体验生活 是组织上正式认命 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 连队里大伙生活都很粗糙 而这位娇生惯养的指导员 却在这里显得格格不落 连队组织拉链时别人都是全副武装 我的近排长很不高兴 就你这个懒散劲 三天 我要不把你这儿拉稀了 算我不是静开来 赵萌生每天看着日历 看的就是那能让他离开这里的调离 随着时间的流逝 静开来越来越看不惯这位新来的指导员 只要是共产党做天下 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 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 老金 你看着 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 我就不是静开来 三个月后 赵萌生受不了这里的生活 催着母亲赶紧把他调走 然而此时的边境上 越南小鬼子却在不断挑战我国的底线 萌生 调动之事已见眉目 失礼答应着际办理 你一旦接到调令 务必尽快离开连队 据可靠消息 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 此属绝命 你自己心中有树即可 切莫生长 切莫瞎船 赵萌生害怕上战场 调令是下来了 但是部队正要开赴前线 当连长梁三喜得知指导员赵萌生要当逃兵时 愤恨地说道 滚 一节号响起 赵萌生最终还是选择和战友们一起跟赴前线而不是当个逃兵 可是在后方的母亲听说这一切后慌了 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他只希望儿子能平平安安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前线 但不曾想 正是这通电话给儿子带来了更大的污影 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 了不起啊 很了不起哟 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 她来电话干什么呀 让我观照她的儿子 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 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 她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 我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 还是地老爷的太太 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 我偏要她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 去炸药包 这一次的羞辱让赵萌生抛弃了懦弱 男人的血性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发 他当着全联战士的面诺吼道 从先开始 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萌生贪生怕死 我跟他 跟他刺刀解红 这也让九连的战士们对这个平时娇生惯养的指导员刮目相看 而后连长宣布了上级赋予九连的任务 进排长也被提为副连长 临上战场的最后一碗 大家吃着象征团圆的饺子 喝着送行的烈酒 说着诀别的话 战场上 九连的战士们各个英勇无畏 当他们打退敌人来到敌人的阵地时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代代写着中国制造的大门 真的是应了那句 因为敌人切断了所有水源 战士们极度缺水 如果再没有水源 九连的战士们将会全军覆没 副连长静开来看不下去 他冒着危机的风险 带人去山下砍甘蔗 甘蔗是砍了回来 可静开来却在回来的路上踩到了地里 怀着沉痛的心情 战士们补充好水分之后 连长梁三喜下令全联向敌人嘱风发起进攻 战斗中 小北京自告奋勇扛起无后座力炮 想摧毁敌人碉堡 可当他扣动扳机竟然是哑弹 又换了一发 还是哑弹 就在准备换第三发的时候 一枚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 连长看到炮弹的生产日期后暴怒道 随后连长找了一颗好弹 架起炮火炸掉了敌人的碉堡 就在众人都以为取得了胜利时 连兵 连长为了掩护赵萌生 不幸中弹倒地 战士们爬到连长身边呼喊着连长 连长 连长 直到鲜血浸透了连长的衣服 连长 愤怒的赵萌生拿起一捆手榴弹 冲向了敌人的防空洞 战斗结束 全连战士看着连长的遗体悲痛落泪 指导员从连长胸前取出了一份遗书 上面没有豪言壮误 只是记录着为了给父亲治病 而向战友们借的一笔笔欠款 青山处处埋中骨 何须马格果失还 战士们凯旋归来 百姓们家道欢迎 幸存下来的赵萌生决定为牺牲的战友们 争取到该有的荣誉 为什么禁服连长连个三等功也不批 把牢骚 营长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不存在违反纪律的问题 战场上坎干着是我同意的 要处分 你处分我 营长 要是不给禁服连长计功 我们的功就都不要了 你跟 营长 你听听连理同志们的意见吗 然而 牺牲的战友不在了 活着的人却更痛苦 部队慰问烈士家属 大部分家属都替牺牲的烈士领取了勋章 唯独最后的老近妻儿什么也没有 事后 赵萌生将自己的勋章递到了娘俩面前 并告诉了他们近开来的英勇事迹 柱子的父亲来医院看他 口里还在说轻伤的儿子 当父亲掀开被子那一刻 柱子却坚强地说道 不要告诉奶奶 我也不会去见他 与此同时 赵萌生得知 战场上牺牲的小北京正是雷军长的儿子 自古忠孝两难全 虽然儿子牺牲了 但雷军长却为他感到骄傲 老太婆 海华 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心 我想 你会撩到的 我进得住 灭盖金的路 开花 回不来了 孩子 牺牲 几天后 连长的母亲和妻子终于赶到 两人为了省钱 一路从火车站走到营地 傍晚 赵萌生来到他们的住处 将连长的遗物交给了他们 那是一件崭新的军大衣 和送给孩子的波浪奴 可惜连长到最后牺牲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士女 妻子终于绷不住了 他跑到连长坟前嚎啕大哭 正巧 雷军长也来这里祭拜儿子 他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只说自己也是劣势家属 第二天 雷军长在得知靖开来的事迹后 母亲也来到了军营 他始终对雷军长不肯放人的行为耿耿欲怀 但当他发现雷军长的儿子也牺牲在了最前线后 他才反应过来 脱下军装 这位军长也是一位平凡的父亲 晚上 连里为即将回去的连长家属准备了送行晚餐 军长带头为烈士敬酒 看着和自己年纪相当同样丧子的雷军长 连长母亲说出了心里话 你是个军长 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 牺牲了 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 我总算是看到了 好啊 好啊 你们好啊 中国能兴旺啊 这时老人家拿出620元钱 这里面有刚发放下来的550元镇王抚恤金 他们又把家里的猪卖了70元 正好能还上欠下的钱 原来 连长在牺牲前曾将自己的欠账单寄回老家一份 而这也正是两人长途跋涉过来的原因 临走前 老母亲来到陵园 他捧走一把儿子坟头的黄土 妻子带着孩子磕了头 烈士们却永远长眠于此 寸寸山河寸寸血 作为后人的我们更应该明显 仙猎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自由五合品